去2006年的小小勇者后 吸引多年的咖啡啦 终于要在今年回归啦 哈喽我们看完这一次 酷玩在这里的这个频道 前阵子呢Netflix发布了新作动画的预告 并以次性向我们揭露这部动画所会出现的怪兽 分别是加奥斯加卡吉古拉基隆以及拜拉斯 那么本次的影片就是想在动画上线前呢 向大家介绍这些怪兽的来历以及他们的能力 虽然卡梅拉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电影的数量 都远远比不上哥吉拉 但是他们每一头怪兽都是相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的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60年代可说是正值东宝怪兽系列电影的高峰期 也因此许多公司都想来分一杯羹 这其中就包括大影 于是他们就在1965年拍出了大怪兽卡梅拉 也不懂是不是巧哦 但卡梅拉在发展上总有那么一点点和哥吉拉非常的相似 就比如说两部电影的第一集都是黑白片 但是哥吉拉是因为1954年的关系才拍成黑白片嘛 但是呢 卡梅拉诞成的那个年代呢 东宝早就在1956年就拍出了第一部彩色怪兽电影 他便是个人非常喜欢的空中大怪兽拉顿 所以嘛1965年的卡梅拉是谁会选择黑白片的方式来呈现呢 主要还是两个字没钱 他在之后的续剧呢 两者不止引入了敌对怪兽并一步一步的成为英雄 一直到平成重启版的电影才回归反派的形象 话是这么说的 不过卡梅拉与哥吉拉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是儿童的好朋友 在电影中也有给到他拯救一名小朋友的镜头 虽然在这期间他杀了不少人啦 嗯嗯 如果你对这个设定没什么概念的话呢 那你就把它当作是怪兽版的Gordon就OK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小朋友是卡梅拉系列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我觉得目前来说 把这个元素运用的最好的就属于2006年的小小勇者 电影就所有的小朋友齐心协力协助卡梅拉的桥段 真的是看其实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OK然后虽然卡梅拉是一个大舞龟 但是他会飞 是的没错 他会飞 如果你已经对他非常熟悉你不会觉得很意外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认识这只怪兽的话呢 你可能会 蛤 是的没错 他会飞 但不是普通的飞行哦 而是把他的手脚全部锁进硅壳里 然后旋转飞行 这个设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会给了一种 到底是刻了什么才能想出这样的设定 而且这并不是后来才增加的设定 而是在1965年的第一集就已经有了 我记得有人尝试以科学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卡梅拉会飞行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靠放屁飞行的 嗯 呃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别想太多了 下一个 初登场仪系列的第四部电影卡梅拉vs宇宙怪兽败拉 尽管这只是系列的第四部电影 但是从这里开始大赢给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这一部电影不仅应用了大量的回顾画面 甚至有一段是外星人企图控制卡梅拉去破坏中间 结果给到的画面是第一集的画面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第一集呢是黑白片 但是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直接把诊断放上去太离谱了吧 那说为拜拉斯他是拜拉斯星人的首领 然后他们想要征服地球 是的没错他们的宇宙飞船真的很像 密封的屁股 接着他们使用了脑电波装置去控制卡梅拉 然后绑架了两名小孩以防脑电波不管用 妈 虽然说是绑架 但他们也没对他们怎么样 而是放任他们在飞船到处跑 甚至饿了还有东西吃 虽然后面有把他们绑起来 但是他们不到一会就挣脱了 哇靠他们根本就是上来飞船玩的吧 然后拜拉斯他好像原本的身高是和人类相同的 只不过到了电影最后呢 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合体吗 还是吸收他们 我不太懂啦 总之就是变大了 到最后 毕竟电影也没花时间让观众去了解到拜拉斯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思路 所以就很迷惑了这一段 虽然造型是巨型乌贼 但是呢 大部分战斗都还是发生在陆地上 而不是水里面 接着正常来说呢 作为一个乌贼型的怪兽呢 想必他的攻击方式肯定是会用上触手的吧 然而拜拉斯他更多的是用他的头去攻击 并且呢 他一直用他的头一直去插卡梅拉 你以为这很荒谬了吗 看一下这个 只见卡梅拉在拜拉斯还插在他肚子的状态下 直接飞起来了 我的天 到底是刻了什么才能想出来这一段啊 而拜拉斯也即将在星座动画回归啦 并且还换了一层金光赏赏的皮肤 一整个超级帅气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版的造型 完全一整个大升级好不好 用他能在星座动画的获得更多亮眼的表现哦 说实在的招合版其实没有太多的咳嗽 我挺无聊的 要不是有这些有趣的画面撑着哦 电影绝对会更无聊 其实卡梅拉VS宇宙怪兽拜拉斯 在当初是打算作为系列的最为部电影 但没想到已经推出传令 却出奇的热烈也就推升了续集的诞生 卡梅拉VS大恶兽基隆 所以有了上一集的成功 那么这一集的预算肯定没有增加 所以基隆是一直生活在即时行星上 并且头上长着一把巨头刀的怪兽 是的没错 一把巨头刀 这一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狂野 与其说是怪兽不如 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凶器啊 那在电影初登场时 他就对上了 因为没钱制作新皮套 而被硬涂成银加奥斯 真的没错 各位改色皮套早就在那个年代 就已经频繁的存在了 没什么好意外的哦 而基隆头上那把刀呢 哇可厉害了 我告诉你们 他能反弹银色加奥斯的光束 并在那时候呢 把奥斯当作香肠一样 一片一片的切开来 这一段哪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也依然非常的炸裂 真的就很猛耶 他就真的一片一片的切下来 哇靠 然后他的巨头刀还有一个隐藏机关 就是可以射出忍者飞镖 哇对他是忍忍忍者型怪兽吗 是什么 当然他的忍者飞镖威力也是非常的强大 因为他让卡梅拉跳起了舞 当然电影最精彩的桥段还得数这一幕 尼索当然的那么有气的怪兽自然也会出现在星座的动画里哦 而且整个造型可以说是变得更为的锋利和凶猛了 就不懂他会不会像招合版一样哦也能射出那个忍者飞镖 1970年代超古代文明的话题很受小孩子们的青睐 于是大银紧跟随这股热潮推出了卡梅拉vs大魔兽加卡 所以加卡就是一直被恶魔之敌封印在地底下的怪兽 那电影中的人类肯定是坐实的把恶魔之敌给挖出来 也就导致了加卡的风影解除破图而出了 而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水喝哇这这这这也太写实了吧 加卡的能力有把拖越凝固成针射出去 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这却让卡梅拉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射到他的势子导致他不能把手脚锁起来也就飞不起来了 接着加卡的尾巴还有一个小尖 是当他插进卡梅拉的体内后 会把一只小加卡给送进里面 吸干他的血 呃 呃 插入 输入 然后有小孩子 呃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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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卡是弓 然后卡梅拉瘦吗?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光速技能能让人类瞬间化为白骨 虽然他也不怎么用到就是了 相信各位听到这里都能查觉到这一部的预算帽是增加了不少哦 这部算是为二制作较为精良的卡梅拉电影 无论是刻色产品还是文系上面都相当的不错 至少不会让人想疯狂的吐槽 而就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在当年却没能获得票房上的认可 不过也没关系啦 毕竟他即将在星座的动画复出了嘛 只不过这一次的造型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超古代的位了 感觉就好像变成另外一只一样 虽然整体的轮廓还是非常像加卡 但是配色上呢 就完全不同了 就感觉好不像是超古代文明出来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对他的新造型有什么想法呢? 初登场一系列第七部同时也是招合最后一部的卡梅拉VS 深海怪兽吉古拉 坦白说个人非常喜欢他的造型 可以说是整个卡梅拉招合系列最喜欢的一只怪兽 但可惜的是撇开造型本身呢 无论是电影还是他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我没在开玩笑 你看就连吉古拉他自己也受不了的直接在电影里睡去了 这一次主要的儿童角色有两个 而且是一男一女 所以呢你就能在电影看到他们不断的在争吵 甚至在那边吵说到底谁更爱卡梅拉 更不用提还有一段长达好几分钟的一个大人 追着两个小朋友跑的桥段 这也就导致了怪兽的戏份被大幅度的缩减 那70年代呢 日本的环境污染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大人也以此为契机推出了这一部电影 所以说呢这部电影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发生在海洋公园 是的没错 这是一个商业的合作 嗯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超大型的海洋公园宣传片 外加一点点的小怪兽 虽然片名是写的深海怪兽吉古拉 但是吉古拉还是被设定成了外星生物 我觉得既然这部电影是想探讨海洋污染的部分 那还不如直接把吉古拉设定成海里面的生物 因为人类一直肆无忌惮的污染海洋导致它变异 我都觉得好过现在这个外星生物 因为它多少和拜拉斯稍微的撞上设定了 那它的能力有催眠人类 以及对卡梅拉射出一种光线 能让它暂时无法活动 然后就没有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么好看的皮套却没有更多更亮眼的表现 就挺普通的 哦忘了说它还有一个装满彩虹糖的宇宙飞船 当然作为保留项目到底冲三角的片段也是有的 就在结尾的时候呢 卡梅拉拿起石头敲起了吉古拉的背棋 奏起了自己的主题曲 而吉古拉还在一旁帮忙合奏 嗯好哦 虽然整部电影是想要探讨环境污染的问题 但是就不怎么样 很多东西都是说了就算了 完全输给了同一年上演的格吉拉VS黑多拉 也计在当年的两部电影相隔一个礼拜而已哦 卡梅拉先上后就到格吉拉了 不过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贸似还不错 所以呢也就让大影立下了续集的计划 但是随着1972年大影的倒闭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虽然他要出登场于电影的第三部 大怪兽空中战卡梅拉VS加奥斯 但我还是把它放在了后面作为压轴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多次出现在卡梅拉电影的怪兽 也因此很多粉丝都把它放为是卡梅拉的宿敌 虽然加奥斯塔那酷式翼龙的外形 不禁让人想到是不是参考了拉顿 并且两者的翅膀都能造成大风暴 但其实加奥斯塔会更偏向蝙蝠哦 然后他的人力还有这超酷的超音波刀刃 这一点呢在电影呈现的非常的酷哦 这超音波刀刃可以砍断所有的食物 所以你就能在电影中看到各种这样的微缩模型被切成一半的样子 这一点真的是超酷我很喜欢 带来他拥有再生的人力 而且他很喜欢血 同时很怕阳光水 没错加奥斯其实就是吸血鬼外加蝙蝠的融合体 所以这部大怪兽空中战卡梅拉VS加奥斯呢 绝对是我认为昭德系列里最好看的一部 甚至说是昭德系列的巅峰也不为过 电影中的刻色场面都非常的精彩 我尤其喜欢加奥斯破坏名古屋的场景真的是超酷 尽管他只是招合系列的第三部 但是他有可能是所有招合系列里最多钱也最为成熟的一部了 好的以上就是即将在新作动画付出怪兽们的招合版本 简单的介绍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但是动画的阵容可以说是涵盖了所有招合系的怪兽 除了巴鲁钢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巴鲁钢 不可以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人家那么棒 是不是死亡彩虹超酷的好吗 为什么没有了 如果你看到这里开始对卡梅拉的电影产生一点兴趣 但又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呢 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我所推荐的这五部 这五部是我比较喜欢的啦 5.卡梅拉vs大魔兽加卡 4.大怪兽决斗卡梅拉vs巴鲁钢 3.平城三部曲 2.卡梅拉小小勇者们 1.大怪兽空中战卡梅拉vs加奥斯 当然如果你看不了招合的话 那你大可以直接去看平城三部曲以及小小勇者们 当然如果你们想看到我对这些电影做进一步的介绍的话呢 那就在评论区留言 啊算了啦 那就感谢看到这里的你们 也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帮助你们在动画上线前呢 对这些怪兽有所认知哦 最后也希望星座能够大获成功好让卡梅拉回归大荧幕的怀抱 对于动画呢 文系就不强求了毕竟好像也才六级的篇幅嘛 只希望打戏能够满足到到时动画上线后呢 我也会做一支剪屏的影片哦 到时候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好了让我们有缘再相见吧 拜拜